春宵苦短,一夜浮沉,待凤九醒来,东华已然闭关了。 太成功近日十分安静,自从帝君闭关之后,凤九便回了青秋,白浅上神来过一次,想找凤九,才发现这丫头已经回青秋了。 至于那条被戳了几十万孔,苦苦煎熬地活着的蛟龙,在连宋三殿下告知帝君后,帝君让其如愿得偿地灰飞烟灭了。 天君放下了那颗坠坠不安的心,天祖也算松了一口气,帝君此举是将此事盖国去了,天君定然不知晓。 帝君是看在他送来的一堆果子酒面子上,帝后娘娘酒后样子甚美,诚然,帝君心情也很美。 凤九刚回到青秋,妥妥地被胡帝白纸抓了去,将储君大典之事,摊开说,不再拖下去了,捶了捶自己的老腰, 感叹了翻自己力不从心,凤九抽着嘴角硬了。 回到狐狸洞,凤九着实有些忧心,于大典之上,逃出剑显然拿不出手了。 想一想,大约在太成功,不若明日再回去一趟,顺便再去找姑姑商讨一番, 毕竟姑姑比自己多些经验。 此时,便晚上与承玉一同饮饮小九,偷得扶生半日闲罢。 凤九喜滋滋地去了十里桃林,从折颜上神的酒库中偷偷取走几瓶桃花醉, 再回到小竹楼,肆以往一搬制了几样小菜,再拿出两个大酒杯,满满地倒上了。 待热上之头,承玉果然来了,看到凤九悠闲散地正等着自己,承玉扬起唇角走过去了。 当空昊月,凤九本想着多饮几杯,却不知为何,有些饮不动,连素肠喜欢的小菜都有些难以下咽,不是很合胃口。 凤九粘着个酒杯,在手里头转来转去,有些失神,轻声道, 以往帝君在身旁,白日里过得有滋有味,可此番,帝君不过闭关几月,便仿佛少了很多,连杯中的酒都少了滋味。 承玉闽唇笑起,想起两人也曾多次饮酒,前半段凤九伤情,如今帝君闭关,凤九又如此寂寥,仿佛一生都在围绕着帝君。 情之一字,着实傲尿,将两个人的缘分凑到了一处,从此便难舍难离,伤情也罢,开心也罢,总归,无论是喜事悲都是因着心里记挂着的那个人。 承玉有时也会羡慕,陷入情缘中的那些悲喜交欢,便是再多的阴差阳错,生离死别,总有那么一个人,值得你为他牵肠挂肚的。 一觉天亮,醒来时,小精卫以后在他门外,十分体贴地送来了醒酒汤,奉酒深感欣慰,以往总是爱与他作对的小精卫也如此懂事了,颇感动。 转念一想,承玉似乎更需要这碗汤吧,毕竟昨日自己并未喝几口,倒是承玉醉得厉害,令小精卫将汤送去给承玉提一提神,看得出来承玉心中还是有些心事的。 待二人用过早膳后,收拾规整后,奉酒觉得昨日爷爷似乎有什么说过什么大事,但此刻用了半天的力,却想不出来,多半是什么不打紧之事,也就未在留神,与承玉赶回了九重天。 承玉揉了揉依旧痛得欲炸的头,摆了摆手,急急赶回寝殿了。 奉酒先回了趟太臣宫,他依稀记着在凡间时,帝君给自己拿了一把剑,想着或许可以在大典上用一用。 带叫来崇林,果然,崇林听闻,便将剑拿了来,开口道,此剑乃帝君特意为娘娘所造。 奉酒欣喜地急忙拿到手,看着剑身数不过来的洁面便知,果然是帝君亲手打造的,甚为耀眼。 想到此,奉酒心中又添了几分柔软,顿时赶帝君如此妥贴心意,此番便无需自己担忧了,携带此剑赴大典便能引来瞩目了,果然是帝君,出手不凡。 想到此,奉酒赞赏了几具东华的巧思,崇林补充道,此剑与神剑仓合同出一脉,只是剑身设计的不如仓盒一般沉重,与帝君配剑正好为一对。 奉酒眨眨眼睛,仔细看了看,果然剑身与仓盒一样纯净般的冰蓝色。 虽说自己自小便洗剑术,没想到,却有朝一日能有这般神兵力气,东华当年便是持着这一把神兵仓盒打遍四海八荒,位列上古神兵。 如今,他竟给自己做了仓盒的情侣配剑,奉酒心中顿时一片妥贴,因他自小时候便暗地里爱慕东华,不知不觉中竟将他的习惯喜欢洗个遍。 嗯,除了弗里克和一起同样让人头痛的刻以外,他打遍四海八荒,他就打遍清秋冬荒,他洗着紫色,现在塌着的衣裙也都是淡淡紫色。 他喜欢调香,他就给它采花,他喜欢饮茶,他就给它采雾根水,他喜欢做糖醋鱼,他只能硬着头皮吃了。 如今,他也有了与仓盒一般的神兵力气,内心感到十分的动容,备受鼓舞激励,日后帝要更努力,修习剑术,方能不坠了此剑的威风,更万乱不能再丢了帝君的脸面,也不能丢了仓盒的脸面。 崇林通聊奉酒的脸色,果然,帝君他老人家这个选的盛和娘娘的意,果然很讨他的开心。 拿到剑后,奉酒转到东华闭关的地方,在门口转悠了几圈后,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 崇林觉着此景尽莫名地有些眼熟,嗯,幸而娘娘不打算在外面设茶座,否则又要像此前一样四处摆放最佳位置。 崇林唇边有些笑意,觉着,果然,也就只有娘娘与帝君般配。 崇九到了喜务宫后,白浅听闻帝君给崇九准备了剑,顿时心中也放下心来,既然是帝君亲手所造笔不同凡响,想必那陶珠剑怕是再也没有拿出来的时候了。 崇九摇了摇头,却到此时还是要拿陶珠剑,毕竟自己剑术不佳,怕坠了仓盒的名头,待剑术精湛些再拿出来用吧。 白浅听得脸微微有些黑,但看着这只红色的狐狸崽子此刻一脸春心懵懂的样子,微微好笑,心里的不愤早话成风了。 很是理解凤九的心情,此时的凤九怕心心念念的只有帝君何时出关。 白浅直接端出一堆卷轴,凤九正走神,忽见桌前摆了一个书衫,顺时瞪大眼睛,指着一堆书,话都说不利索。 这,这不会是大典的东西吧? 白浅眉眼笑开,点了点头,语气四寒的笑道,这些便是大典的简单理则,你爷爷特意令人送了来,这段时日你便留在喜无功,好好学一学吧。 凤九,心里顿时泪流成河,他最不耐这些礼仪规则了,若是干干脆脆像冰长之礼般,打一场该有多么妥贴啊,这个礼仪实属与他八字不合,专门为客他而生。 白凤九顿时觉着有些头昏脑胀,如丧考笔般地趴在了桌子上。 白浅又补充道,对了,大典之时,还需储君做一个法阵,届时,我领你去趟昆仑须,请教一下我师父,你也可以去看看滚滚他们。 凤九精神微微震了震,诚然,这个还算不错。 哎,当初爷爷种下的法阵,自己勉勉强强过去了,也全赖帝君给自己在范茵谷开的小灶,如今帝君他闭关了,他又能指望哪个? 哎,凤九虽说是白浅一手带大的,但除了打的一手好架,与他姑姑一般无二,但是与正法一事,他姑姑着实给不了他什么建议。 因姑姑与正法,这门课着实不喜,在姑姑生物的课页中排了个第一,姑姑在昆仑须时便对他生物痛觉,恨得咬牙切齿。 便如佛里在他心中一样,好在墨渊上神是姑姑的师父,是已,他可以荣幸地请教墨渊上神。 凤九想了想,第二日早早变起来,匆匆赶到小厨房,做了诸多糕点,分装成了三盒。 一个大盒便是送给墨渊上神的,一个大盒是给昆仑须姑姑师兄们的,而另一个不算太大的盒子便是给滚滚和阿黎的了,左右两个小人也吃不了太多。 凤九随着姑姑白浅飘着祥云,到了昆仑须,果然无论何时看到昆仑须都觉得让人十分可叹。 一向仙气腾腾的威严仙山,四周总是有着一些小神先在周遭晃悠来晃悠去。 昆仑须他倒是来过一次,不过之前是来此与姑姑一醉的,此番清醒着看昆仑须,却又是另一派景致了。 一路走过,与姑姑一同见过诸多位上仙上神,凤九心中又叹了一叹,不愧是昆仑须,便如他一般的小上仙在这里也算是莫做的了。 着实拿不出手,见到莫冤上神,凤九依旧免不了搞晕一回,上神与姑父着实太像了,姑姑竟能将二人分亲,着实了不得。 莫冤文言,点了点头,沉声道,既如此,那凤九这几日便住在小时期的寝殿吧,左右你的寝殿你二师兄一直给你打扫,也算干净。 姑姑抹了把头上的汗,嫩嫩干笑,随机拉着他,仔细叮嘱一番,然后便悄悄约几位师兄的饮酒去了。 自然了,他都看见莫冤上神旁,微微抬着眼皮,无奈地瞥了姑姑一眼,暗暗摇了摇头后,便回房了。 莫冤上神果然很贴心,很放纵姑姑他老人家呀。 想着自己的几个夫子,凤九不禁打个冷战,自己的夫子可是一个比一个凶。 嗯,不过嘛,自打和帝君成亲以后,这几个凶凶的夫子仿佛又变成了安纯。 可见,不是凶的夫子才能交出成才的弟子的。 想到此,凤九心中又是一番向往,若是滚滚他们努力上进血, 想必日后也能见个什么功利个什么业的。 想到此,凤九晃晃脑袋,拎着盒子,便去找滚滚他们了。 滚滚近几日异常开心,总算又和娘亲住一起了。 虽然旁边还有小舅,舅也在跟自己抢娘亲, 但好在没有夫君和自己抢娘亲。 然而,半夜还是要起来给娘亲盖被子, 还要顺便给小舅就盖被子,阿里悠悠地小叹了口气。 诚然,白浅匆匆来了一趟,给阿里悠悠送了几件衣服, 便被夜华接走了,故而把凤九留下来了。 墨渊将阵法图给了凤九,让她先自己会上几次, 然后待熟悉一些后再与她细讲。 想到这里,墨渊颇感欣慰, 好在凤九这丫头不似小时期这般一窍不通, 对于阵法倒是颇具会根。 只是,此次墨渊给凤九准备的是远古先阵, 虽说不似凶阵那般威力大, 但即是在青丘应用此阵,也不是为了抵御。 既然是在大典时所用, 那便不用非要杀伤力极强的, 这个珠摩阵倒是也有着不小的威力, 且若能在几个月内就能习惠, 亦是不易了。 不过,凤九这丫头之前居然询问了佛应伦之术, 这个术法着实不是她可以触碰的, 倒不是怕她学了此绝招, 若无九诸心的境界, 是触碰不得的。 且这丫头对佛里简直一窍不通, 真是, 难道东华都不给她补课的吗? 东华找的这个地后虽说长得不错, 性格也不错, 做的糕点也很不错, 就是学业稍微。 不过呢, 打了一手好架, 倒是与东华以前很像。 墨渊岸暗叹口气, 幸而凤九生的晚, 若是当初哲宴将这丫头也一起送了来, 想必此时她的头发未必还能这么黑。 凤九拿到珠摩镇兴奋的几日都未合眼, 勤奋得连滚滚都看不下去了, 顿顿给她送饭, 贴心至极。 凤九本想着多待些时日, 待阵法钻研差不多了, 演示几次, 请墨渊上神指导一下。 虽说不见得施展有墨渊上神那般的威力, 但有几分相似也不辜负这几日墨渊上神的教导不适。 一晃眼, 凤九不知不觉中已在昆仑虚待上了近三个月了, 而此时的青秋冬荒隐隐有些异动。 若干年前, 凤九在九重天处置了几只不安分的种族部落, 也的的确确让这些稍微安静了些许。 但术玉静而风不止, 且矛盾不是一二日形成的, 故而也不是一两次便能停息的。 虽说青秋之国权大事大, 但手段一向平和得很, 毕竟青秋的人容易泛滥同情之心, 出了个凤九这般性情豪爽, 且手段果决之人着实不易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isis